字幕提供 相隔超過十年 林寶堅尼終於推出全新一代小牛Temurario 這部狂牛的新世代超跑 動力性能方面再一次突破 全新的90度V8 Hot V Twin Turbo 設計 加上三order Hybrid 系統輔助 總馬力輸出去到920匹 0至100只需要2.7秒 極速去到340公里 這副最高可以去到1萬轉的引擎 到底機械結構上有什麼巧妙呢? 今集龍Sir學堂和你詳細解構 林寶堅尼的新車Temurario 最大的討論熱點就肯定是那部引擎 如果有人問那部引擎有什麼特別 我跟你說 4.0 V8 Trim Turbo 可能大家覺得 都沒什麼 700多馬力 哦 都差不多了 但如果我跟你說 這部引擎是1萬轉 大家可能立刻 呱呱叫了 4.0 Trim Turbo 1萬轉 怎麼搞啊 從來都沒有一部量產 這麼大的引擎 有這麼高的轉數 所以我們今天 特別來到現場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部這麼有趣的引擎 怎麼可以做到 這麼大CC 這麼大power 有這麼高轉數呢 這部引擎 特別的地方 就是 V8 Trim Turbo 而這部V8 是採用平面曲軸的設計 什麼叫做平面曲軸呢 V8 90度最常見的設計 就有兩種 第一種就叫做十字形曲軸 你看到 大部分的 房車 大火車 重型機器 V8引擎 都是用十字形曲軸的 而高性能的跑車 就會用到 平面曲軸 你可以想像 90度V8 其實就是 每邊 一台直四 一台90度的V8 其實就是兩列的直四 90度拍攝 但是 我們 看到大部分的 十字形曲軸的 V8 其實它的直四 跟我們一般用的直四 是不一樣的 它那四個氣缸 是 每一個雙隔的上位 是90度的 如果打開引擎 你看到那些氣缸 就是不齊的 它的特點就是 它初級 和次級都是平衡的 但是 它會有一個 rocking的現象 所以 你把這些直四兩列 拍攝 你要平衡它 就要在曲軸上 做一個 很大的平衡 令到這一類型的 V8 它的轉速 是很難看得高的 第二就是 由於它的氣缸 排列的特點 令到它的點火次序 就一定是 左右左右 左左右右 於是乎 每一邊的直四 它排氣出來的 那個順序 就是排排 一停一停 排排一停一停 你就會聽到一些 鼻鼻鼻鼻的聲音 這個這樣的排氣 也會令到它的回額 不暢順 影響它的高轉 但是 在過去的100年 這種設計 是很流行的 因為你用到V8 大家都不期望 引擎轉得很快 這部引擎 慢慢地轉 甚至乎可以用一些簡單的結構 OHV 都可以一路 令到這部引擎 好好地工作 因此這一類型的V8 可以說 是成為主流 大部分的V8 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如果你追求 高的轉速 就會有另一種做法 就是平面曲軸的V8 其實我們在街上看到 大部分直四的機器 它的曲軸都是平面的 如果你打開這個機器 看看 你就會看到 它的四個活塞 永遠都是一對一對的 就是 前後那個 在上高 中間的兩個就在下跌 當中間的兩個在上高 前後的兩個就會在下跌 兩個直四拍在一起 我會得到什麼現象呢 就是它的點火 就會是左右左右左右 得到那個排氣 是均勻的 令到它的回額 是很暢順的 另外就是 由於它沒有駕駛 本身兩列的直四 是沒有駕駛的 所以我在曲軸上高 我就不需要增加很多重的東西 去平衡它 這兩樣東西 合起來 派氣唱順 和曲軸 不需要加一些重物 令到它 天生 就很願意 很容易 就上到高 但是由於它的刺激震動 是不平衡的 如果我們一般的 成用房車 大的直四 有些人會喜歡加一個平衡軸 但是如果你想做高性能的話 就沒有必要了 因為那個刺激震動 其實那個震動量 是很小的 刺激震動的震動量 等於 初級震動的大約是四分之一 這些輕微震動 對於一個跑車來說 不單止不會構成影響 還會造成一個刺激感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有兩年直四 它有輕微的刺激震動 想像得到這個震動是這樣的 它可以分成兩個量 一個是向上 一個是向打橫 另外一個也是這樣 兩個左右 可不可以完全抵消呢 又不行 因為 它們兩者出現的時機 是差90度的 所以 兩個分量加起來 就會成為一些 有部分互相抵消 有部分互相增加 的一些這樣的震動 而這個震動 是跟你的轉速的 兩倍成關係的 林寶堅尼 就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所以 他特意 在這部引擎底下 做一些特殊的引擎 廠方說是特殊 我相信是特別硬的意思 就把它裝上車架 然後 你那個車主 踏著這部車 一踏一聲 不單止聽到 粵耳的聲音 震動 一直傳到車架 直接傳到 你的脊椎 這也是 駕駛跑車的 非常重要的 感性刺激 我們說過 平面曲軸 它天生是有利會高轉 但是如果去到一萬轉 這個事情就不會那麼簡單 因為你知道 你的引擎越大 每一樣東西都越重 你的轉速就越難提高了 如果去到4.0V8 都去到一萬轉 一定要加一些 特別的東西進去 那這部引擎 有什麼可以讓它轉得那麼快呢 第一 它的 連桿 是用了鈦合金 大家都可能會 會問 鈦合金其實是更重 我們知道鋼的密度是 7.8 鈦合金其實都是 4點多 鈦 是2點多 鈦更輕 但是問題就是 鈦合金的 強度 比鋁 比鋼 都是要強 所以我只需要用一個 很薄 很幼的鈦合金 我就可以足夠支撐 力量 於是 總體的重量 如果用了鈦合金的話 那支 是可以做到非常輕 另外 我們知道 那個 活反開關的機構 當轉速高的時候 其實它的阻力 往往就是影響最高轉速的 這部引擎 抹反開關 都是用手指的 即是說特輪是推動的手指 去開關的 而手指和特輪之間的摩擦 要排除 就是用了 那個叫做diamond light carbon 的coating 令到那個摩擦力 減了最少 那你可能會問 我為什麼不直接 將那個 攝影機推到挖洞 但是不行的 這些那麼高性能的 引擎 它的攝影機是開得很深的 即是說 突輪突出來的位置 是很闊的 甚至乎 是闊過那個 抹反上高的 支撐機構 所以如果你的攝影機 是太長的話 你撥過來 是會卡住它 所以越高性能的車 反而偏偏是需要用一個finger 而解決finger的 摩擦力 才是最關鍵的 你看看油底 是很接近那個曲軸 即是說基本上它不會有一個很深的油槽 這種就是一個乾式的設計 它的好處就是 引擎一著的時候 所有的油就抽起 去一個獨立的儲油池 那你的車 無論 扔彎扔到多少個G都好 都不會說 令到那個 油路中間吸不到油 而失去潤滑 另外就是 它的油底做到那麼淺 你可以把機器 可以放到很低 去降低整部車的重心 我們看看 引擎的Turbo 其實是一個 Hot V的設計 Hot V的好處當然是 快氣一出來的時候 那個 餘熱 能量 全部可以拿到 方便 那些 廢氣處理的 元件 吹化氣 可以很快進入狀態 因為 還有你看看 Turbo的葉數 進氣 是用六塊葉的 Turbo葉片的數目 其實跟性能很有關係 你會看到 有時會有八塊 十塊 十二塊都有 那如何從葉片的數目 我們可以估計到 性能 其實很簡單 你家裡的 廚房的抽氣線 都可能五葉六葉 但是你看到 那些大排檔的牛角線 是兩葉的 原因就是 如果我要 即時低樓的反應 我就會用 葉數多一點的Turbo 但是如果我強調 很高性能的話 我就會用葉片 少一點的Turbo 因為葉片多 其實阻礙了空間 如果我要 最大性能 我什麼都不想 我要最高性能的 這個時候 就會用 少一點的葉片 通常 六片 就應該是 最高性能的 設計 大家可能問 我用了這些東西 我就可以轉數 提高了 為什麼不一早就用 其實這個是 整個 技術發展的配合 因為我們知道 引擎的設計 是很 注重高轉的話 低轉的實用性 就會打折扣 以前的人設計的車 可能他考慮 就是 我塞車、起步、慢車 我都要照顧到 因此 高轉那裡 就會受到限制 但現在就不同了 因為這一部 是一部 Hybrid的機器 這部Hybrid機器 它用了三個馬達 第一個馬達 就是一個 ISG 它是用了一個 叫P1的位置 P1 意思就是說 馬達是放在 引擎和波箱的中間 而中間是沒有技力子的 即是說那個引擎和馬達 是不會脫離 馬達是不會獨立工作 推動的波箱 這一種叫P1 如果有個技力子在 引擎可以關掉 單靠馬達 去行波箱 那種我們叫P2 這是P1的設計 這個馬達的馬力 不算很大 但它的特點是什麼呢 它就是由頭到尾 在任何情況之下 它都給了300牛噸米 去幫助引擎做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它是一個軸向磁通 Axio Flux 的馬達 所以它的厚度可以做到 非常之薄 完全不影響你整個 除了這個ISG 馬達之外 這個車還有另外兩個馬達 在頭軸 它是一個軸向磁的 那到底它算是一部什麼的 Hybrid 這個真是非常有趣的 第一 它絕對是 plug-in 因為它是有得 plug-in 它有一個 onboard charger 是 7kW 電池又不大 因為它要顧及重量 所以電池 只有3.8kWh 你可以想像為 它是一個 可以讓你微微充電 但是其實最主要 都是 touch 了一部機器 去靠引擎走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這一類型的車 那個後波 是不是 那個頭軸做的 不是的 這一部車 第一 我們說過它是 P1 它的ISG 馬達 是不會跟引擎分開的 永遠都扭著的 第二就是 它的波箱裡面 這個八前速波箱 裡面是有後波的 即是說 車退後的時候 其實都是靠引擎 再引擎後波 因此操作感 跟我們傳統的 超跑 是非常之相似的 所以廠方 特意將那些 聲音 震動 跟我們傳統 超跑車迷期望的東西 是富應的 但是 它亦是 應用了新的技術 有了 很高扭力的 軸向磁衝摩達 幫忙 令到 起步快 2.7秒 就可以到0-100 以及它分擔了 引擎在 低轉的工作 集中精神 去搞引擎的高轉 令到 一架 量產 4.0 V8 Twin Turbo 機器 可以超過一萬轉 可以說是 綜合了 新的科技 以及 回應了我們 一些忠實車迷 對於 油車的 感性的需求 做法 最重要的 體驗 做法 是 ? 它 有 的 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